在从前的印象中 总觉得模特儿 只需要穿得美美的 走在伸展台这样就好了 似乎与聪明 扯不上什么关系 但现在的模特儿可不同 不仅跨足综艺 戏剧 电影 甚至连主持也难不倒他们 就好比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 在电影圈大放异彩 更与日本的当皇偶像木村拓哉 以及香港天王刘德华合作 不仅如此 从模特儿界 专任偶像剧的随堂 乘机同样亮眼 偶像剧完结篇 更创下了12.83的超高收视率 从以上的种种迹象来看 现在的模特儿 和从前可不能同日而语 今天我们请来的30位 最顶尖的模特儿 他们将要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不仅拥有靓丽的外表 更有颗聪明的脑袋 欢迎收看金头脑 我想金头脑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大家对聪明的人都很喜欢 全世界都喜欢聪明的人 但心力善良也是更重要 是 我想结合两种因素存在 大家喜欢聪明之外 还喜欢看美好漂亮的事物 所以今天的主题呢 也是帅哥美女来到我们现场 在美国来讲 对模特儿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模特儿就是笨啊 不读书啊 但是后来其实有几个模特儿 他们自己分开来 就是把他们的事业也变得不一样 比如说有Tyra Banks 有Heidi Klum 他们自己也是出来 然后也开始主持一些节目 然后你发现其实他们 其实也很有内容 是 现在的模特儿也是一样 过去模特儿是专私职走秀 伸展台 现在的模特儿全方位 舞台剧啊 综艺节目啊 甚至偶像剧啊 甚至拍广告 他们算是全能的人才 但是很少 在这个节目呈现他们的智商 所以今天呢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这么勇于来挑战 欢迎我们30位俊男美女 欢迎 帅就帅 美就美啊 我看我今天是没有办法 精神集中来主持节 对 对 这个我想这个模特儿能够来 挑战这项目 是让我们刮目想看 那首先呢 我们要向他们还有个任务 要介绍一下 是志强还是 现在逸琳有一个第二届的 璀璨之星的模特儿选拔赛 就只要你男生在175以上 女生在160以上 然后你知道年纪在14到30岁 未婚身心健康 然后心地善良 无不良嗜好 你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第一名的话可以得到 这个百万名车 还有活动的代言人 年轻人有梦就可以逐梦踏实 他们也是从一步一步 慢慢地走上这个模特儿之路 讲起来也非常的辛苦 几位还有很多新人的 有谁是靠绝犬进去了吗 这里 瓜哥那个杰伦就是我们去年的 第一名 对 那你进来就算是最年轻的啦 最年轻没有耶 我们那边最后一排 中间14岁 14岁 哪一位 你叫竹竹啊 对 你才14岁啊 对 其实也看不出来 当然看不出来 我看得出来 那后面还嘉欣也是比赛进来的 那你现在念什么学校 我念那个 任何国中 几岁啊 国中生啊 15岁 念15岁 等一下 你们公司这样残害幼苗 你还敢拿那个板子出来 身高有限制年龄不限制啊 有啊 14岁 14岁就可以了 14到35岁都可以 没关系 今天来参加镜头脑即使的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好不好 今天的赛制 是在分组淘汰赛 30位参赛者 以五人为主进行答题 答对直接晋级 答错 而落入失败区 今天将淘汰三位参赛者 究竟谁会惨遭出主呢 首先第一组的五位参赛者 是由模特儿界的资深前辈 陈志强 和跨足综艺 戏剧以及主持 皆有亮眼成绩的袁爱飞 带领着小姿妹们上场挑战 究竟他们能否颠覆模特儿的既定印象 展现出聪明的一面呢 请准备 请出题 请注意以下图片 日前 一位大陆少年前往埃及 陆克索神殿旅游时 竟然在一处浮雕刻上某某某 道瓷意犹七个大字的涂鸦 引起各界踏乏 请问 道瓷意犹涂鸦 在中国与下列哪个人物有关 一 孙悟空在如来佛手上写道瓷意犹 二 严真卿用饼沾黄土水 在墙上练字 三 李白提由精灵凤凰台医师 四 岳飞在沙地席字 请作答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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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选一啊 哇 是不是我们太忽略他们的智商了 不是 瓜哥这个 这个是我大概小学的时候就会打的 这还蛮简单的 真的啊 真的吗 你 那个 你觉得 对 我觉得很简单 就等下错了就很好笑 你说 我是觉得因为我 大家都有看过西游记的那个啊 就是之前有演电视剧 不然就是电影啊 然后我记得有一集 他就是他用 他就是一边杀尿 然后一边写了道瓷意犹这样子 好像不只光是道瓷意犹 齐天大圣 道瓷意犹 对 他呢 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他觉得他是天下无敌的 没错 那盧莱佛就跟他赌了 说你能翻得过我的手掌心 我就承认你了 结果他就翻翻翻翻翻翻 翻得到五指三 在三下就写了 对 结果一看 镜头一再放大一点 他还是在他手上 对啊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沉浮了 这个故事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对 好 这一题他们选择的孙悟空 在如来佛手上写道瓷意犹 对或错 错 啊 错了 错 那是故事 什么 这个应该都是被电视影响 对 电视误导人 好 Brian你选三 为什么 因为孙悟空他不是真的人物 所以我会选一个李白 他是著名的诗人 他常常会写很多诗 就是他到哪个地方 他都会写下自己的心境 是 所以你答案是李白提 尤金凌凤凰台 对或错 好聪明喔 请不下Coby Prime 可以叫我Coby 沒關係 你是猜出来还是有印象 我是按照那个逻辑来推理 我想说应该是李白 好 来 请讲解答的意义 唐朝诗人李白 年轻时第一次到黄鹤楼 看见诗人崔浩 在黄鹤楼里提的黄鹤楼诗句 李白看了之后赞叹不已 总想找机会与之必美 之后他在游金凌凤凰台时 也写了同名诗 正是因为古人有了这样的提技风俗 后人也想照本宣科 但又写不出什么诗子歌赋 只好写上某某某道词一游 过去的人还有学问 所以提诗词啊 会留下古迹 现在人啊 没有内容 写不出就是道词一游了 没关系 五位 还有机会 好不好 其实制作单位 顾的这一题 的确暗藏着陷阱在里面 没想到厂商的五人 全都中个招 就连老江湖的陈志强 也无一幸免 最终场上的五人全数淘汰 全都暂时落入了失败区 接下来上场的第二组参赛者 其中 CC和锦兰 都是二组前来挑战 究竟他们两人 能否脱颖而出 率先夺下晋级的门票呢 请出题 请出题 金庸 笑江湖中 要练就葵花宝典 必须先做哪一件事情 1 自断经脉 2 自攻 3 刑防 4 针灸 请作答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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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最后看看东看西看 选这个1 我觉得自断经脉 比较合理 对啊 虽然那个就是 这种书有的时候也会 不合理的事情出现 可是我觉得 直觉是自断经脉 废武功才自断经脉吧 你要练功夫 要先全部先打掉重练啊 砍掉重练 对不对 没有 就是你现在有那种武功 就是从你背后就 然后它又全部毁了 没有 过去的故事中 只要废掉你的武功 才把你经脉断掉 但是经脉你 不是经脉断掉你就死了不是吗 不会 你会变残废 会瘫掉 会变植物人 对 对啊 所以这样子怎么再变成一个 很厉害的功夫的人 是 所以我问他为什么选1 他有他的道理 他说先废掉之后重新再来 对不对 对啊 砍掉重练啊 我看你是 我们还是要以金勇写的为主 因为这是他的书嘛 请公布 证据解答 2 志工 嗯 2位请到示范区 3位请晋级 谢谢 虽然各位模特儿 对金勇的小说并不熟悉 不过看过《笑傲将服》的 就一定都记得这句话 御恋神功 必先自攻 最终 只有3人顺利晋级 锦兰和王翔勇 只好暂时落入失败区 再等待机会 敗部复活 第三居要上场的五位参赛者 其中不乏正大的高材生 以及研究所的硕士生 究竟他们的表现会是如何呢 而谁又能率先取得晋级的资格 题目难吗 小曼 你觉得 我觉得还蛮难的耶 好像要用另外一个逻辑去思考 啊 这样 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逻辑去思考 最适合你的逻辑 就讲特别 我说真的 刚刚第一题是稍微有点难 第二题我觉得 有看过电影大概都知道 但是大家站在那边一开始犹豫了 会不会陷阱啊 因为不是这么简单嘛 因为被第一题吓到了嘛 丽雅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 就是要逆向思考 像小曼讲的 是 丽雅的训练很严格 你看 她连站在那边回答都要 好严重啊 你又不能站好一点啊 是 她一的柱子说 她是啊 还在磨蹭是不是 大家放轻松啊 好不好 也许你们平常训练就是腰杆要直 李培依也是新人吗 不是耶 你的训练也是很 对 我是在公司 现在会交新人台 所以你是老师级的 对 就是教模特怎么走路摆姿 对 教一些新进公司的 或是璀璨进来的人 你也是一个非常之 两个走个台步我看 哇 李老师请 走 不是 你走到外面好了 当然手这边还走哪里啊 还想到外面走啊 来 请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怎么叫她们 李亚就是二十年睡觉 她连睡觉知识大哥 她是上次的时候还要 她已经是日常生活都这样 她还不会这样 灵魂了 她都已经当老师了 你看走起来她还是比她 对不对 我是做一个比较而已 对 好 第三组准备了 请出题 玛丽莲梦露是经典的性感女神代表 她的形象经典标志 就是她走路的姿态 后来人们都称这种步态 为梦露步态 请问 梦露步态曾被记者发现 是梦露用了什么技巧 才拥有这种姿态 一 将其中一只高跟鞋 鞋跟切掉一小寸 二 两脚穿不同号的鞋 三 使用脚尖走路 后脚跟步着地 四 续扭动屁股 请作答 究竟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 是用了什么技巧 才拥有这种完美的步态呢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这个摩托尔课会上到吗 会吗 培育 不会 我们会用三 用脚尖走路 脚尖走路 那你会选一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三可能是现代人才会用的方法 就是以前 你可能觉得梦露有长端脚是不是 就是他可能高跟鞋切断一小 可是你就会要刻意维持那个高度在 因为你如果脚尖垫不住的话 鞋跟就会落地了 你们说你们现在训练会用那个脚尖走路 后脚跟步着地 这种做法 要穿鞋吗 不用穿鞋 因为有些人不会穿高跟鞋走路 那你会给大家示范一下 其实是跟穿高跟鞋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直接用脚尖走 哇 哇 哇 你刚刚那性感多了 所以我选错了吗 对 所以你选了这个 你觉得这个是 现在的 现在在用法 现在才会学的 那将其中一只高跟鞋 鞋跟切掉一小寸 我就不太懂了 那这样不是 两脚都不一样高吗 对 就是像走秀走到一半 高跟鞋掉的意思是一样 你就要维持另外一只的平衡 所以你觉得这是过去的梦入舞台 可能 只有你一个人选一 对 我知道 小满选四呢 蓄意扭动屁股是 我其实觉得是三 但是我觉得要逆向思考 所以我选了一个 四 你们在上课有走台 不要蓄意扭动屁股吗 会有一定的自然摆动 但是不会蓄意的扭 蓄意的牛 蓄意的牛是什么样子的牛 你可以抖一下看看 没有没有没有 可是我觉得她们屁股有的扭很大 那个应该就是 比较国外的走法 你看每次走都 台湾的女生比较自视的 都扭到 屁股都扭到 有像这样子吗 应该是扭到腰 我觉得瓜哥要去上课了 你还没有示范 扭屁股这一部分 你说蓄意扭屁股 对蓄意的 这个有必要 这个真的是比较国外的 这个课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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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扭一下 一点点一下 这个要练的啊 这是蓄意扭屁股的走法 对 刚刚前面第一个走法不是 对不对 刚刚第一个 刚刚第一个算是比较正常 正规的走法 那什么场合会用到 这种扭屁扭屁股 有时候会太煽情不好 他在牛仔裤 在牛仔裤 所以你看 脖泼一点的 大家不了解 从这个点了解 模特儿其实对 厂牌品牌的衣服模式 走的方法就是有不一样 三位 一跟四个别一位 请公布 正解 一 将其中一只高跟鞋 鞋跟切掉一小寸 老师就是老师啊 谢谢 他有去思考啊 请问您什么学校 正大的 现在第一集 比较浮上台面就他了 加油了 其他四位请到失败区 恭喜李培育过关 李培育不愧是正大的高材生 实力果然坚强 率先取得了晋级资格 看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会被其他参赛者 视为迈向冠军之路的 一个重大主牌 紧接着第四组上场的参赛者 除了有毕业于加州周大 广告传播系 曾采访过国内外许多名人的 Brian之外 更有两位 镜头音乐领域的气质美女 以及对于绘画颇有研究的熏爱 究竟这一组表现会是如何呢 题目也是针对你们的专业 所以这题没上到 可是为什么你知道呢 这个 因为Marilyn Monroe在美国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icon 一个代表人 可是她代表是那个裙子吹 对…这个也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她的肘部 她真的是很会扭屁股 然后就有人就真的是会去研究 然后她就是把右脚的 就是真的是剪掉一寸 然后你就会自然地 就是有一点往下一点 然后就 然後屁股就会就是扭 好聪明喔 对 很聪明 很聪明 所以要扭再大一点就剪两寸 然后就就变这样 会变小麻痹了吧 中国的民俗舞蹈有这样吗 民俗技 台轎 京剧四个人都知道台轎 因为那轎是具象的 没有那个轎 所以出来会变这样 好灵活喔 四个人 所以走个步伐一样 就好像一个轎子在走一样 那个只是京剧而已啦 对 接下来这一组准备好了 请准备 请出题 我们常用国色天香 来形容女子容貌美丽 姿态曼妙 请问 国色天香 最原本是用来比喻什么 一 后宫嘉丽的容颜 二 美丽的绘画 三 牡丹花 四 孔雀开屏 请作答 好 也是一样有三种不同的答案 我们先来问 选择单一的四号 王毅 王毅萍 王毅萍 你选择的是孔雀开屏 对啊 因为孔雀开屏 不是就是感觉开起来 然后就会很鲜艳很漂亮 心爱 我觉得应该是牡丹花 因为牡丹 它是那个大唐的国花嘛 是大唐 是唐朝吗 反正就是有一个朝代 就是它反正就是要很丰盛很 很茂密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牡丹花 听说你对绘画也很有研究 是哪一种画 都有啊 就是 有参加过比赛吗 有啊 之前有得过那个 全国美术比赛的 那个学生美展的版画第一名 第一名 这是裁定 有啊 有画过牡丹花吗 也有 国画收藏画 好 请公布正确解答 究竟国色天香 最原先它是用来比喻什么呢 请公布 正确解答 在唐朝 黎正峰的牡丹诗中有写到 天香液染衣 国色招酣酒 其中用天香来形容牡丹花的香味 就像来自天上 以国色来比喻牡丹花色 就好像喝醉酒时 脸颊沸红的娇艳情态 此后后人就以国色天香 作为牡丹的别称 没想到 摩特尔平时除了走秀 对于国温尝试也小有研究 第三组的薰爱 谭诗云 以及Brian表现优秀 率先晋级到明天的赛事 至于王颖萍和申若晨 只好先暂时到失败区 等待机会败不复活 接下来又上场的五位参赛者 全都是未来model界的新兴势力 究竟这一场智力的对决 谁能展现聪明才智 夺下晋级的门票呢 请出题 生物皆会进食 最终目的就是吸收营养 除此之外 近日天气炎热 动物园甚至给动物吃冰 作为消暑的功能 请问 鱼缸里的鱼 为什么要吃石头 1 误以为是食物 2 搬家 3 食物藏在石头里 4 帮助肠胃蠕动 请作答 4 3 2 1 讲两种答案 选3的有两位 选4的有三位 施敏 请 选3 食物藏在石头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平常 到飼料的时候下去 感觉它会没办法接住 所以它就会掉到石头里面 然后它可能就会发现 然后会下去吃 你这个解说 应该是说 你意思是说 食物没接住 所以分不清楚 它就吃 这个是石头就吐出来 食物就吃进去 不是说食物 如果沉淀之后 分解之后 会融在石头里 这两种说法 因为它掉下去 然后要找的时候 可能会慢慢去寻找 可能是石头 可能是飼料这样 对 因为鱼你有看过吗 鱼都是鱼 嘴巴都这样 对 但是它会吐 吐出来 它会吸很多 吐出来 所以它解释说 因为食物没接住 它又分不清楚哪个是食物 跟石头 所以食物就吞进去 石头就吐出来 它的解释是这 对 雪莉呢 我刚想的也是这样 就是倒下去之后 会有一些融在石头上面 然后所以它才会去吃 可能剩下的或是什么 你的说法跟它是不一样 它是分不清楚食物跟石头 你是说食物融解在食 所以把石头上面 舔干净之后把石头吐出来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还是不太一样 答案 上者呢 我觉得 一二就是 误以为是食物跟搬家 都不太可能 那三跟四 我觉得四比较有可能 因为 我觉得它掉下来的时候 它就赶快吃了嘛 吃一吃吃吃吃 它不可能再去吃石头里面 吃石头 所以我觉得石头 应该是可能是帮助肠胃蠕动 可是这个问题 吃石头不是真的吃进去 对 对 那可能是上面 上面 那个石头上面有什么菌啊 或是拿这个菌是可以帮它消化 帮助肠胃有什么都有可能 请公布 致趣其他 鱼缸里的水中 含有消化菌 而消化菌 大部分会附着在石头上 鱼会经常把石头含在口里 这时候 消化菌就会留在它的体内 帮助消化 通常这些消化菌 都是来自鱼所排出的分辨 这样鱼的肠胃 才能充分消化资料中的养分 这一题 确实不容易回答 也让厂商的参赛者 陷入了两难的局面 最终 由三人顺利晋级到明天的赛事 其余两人 则不幸地落入失败区 今天的最后一组模特儿即将上场 究竟场上的五人 谁能顺利晋级 而谁又将落入失败区呢 最后一组了 加油了 还有五位了 请准备 请出题 请问 以下哪一座海 才是与真正的海洋有连接 一 离海 二 死海 三 黑海 四 厚海 金座打 选择二的有两位 选择三的有三位 我们先听听张汉元你好 嗨 瓜哥好 选择三 黑海 因为我之前上高中地理课的时候 背过那个地图 我记得离海 后海都是 后海好像不是海的名字 然后离海是在地图上 就是它是在陆地之间 所以我就选择三好 是 它没有跟海洋连接的 死海也是 死海好像就是因为它没有跟海洋连接 自己越说越没有信息 对啊 没有 它是说哪一个有 有 有 所以我就选黑海 它是有 OK 是哪个海盐份很高的 对 死海 所以死海是 应该是不太可能 撑不下去的 对 小兇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海洋就是充满了盐 所以我会觉得 那我会挑 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盐最多的 我会选择死海 对 但它的盐最多就是 因为它没有跟其他的水有连关的 它没有办法代谢 所以那个水被吸出去的时候 就流的就是海 海盐 是 应该不是死海 但是第一个我没有听过耶 离海 离海 在台湾 中国 离海 在中部有个离海肉肉饭 还不错 都离海 离海肉肉饭 是 选择2跟3的 跟3的 请公布正解 3 黑海 黑海 厉害 所以有3位晋级 2位请到失败区 第6组的张翰元 陈杰伦 以及陆安琪 充分展现出model们丰富的学知识 顺利晋级到明天的赛事 至于答错的两位 则将落入失败区 进行完第一阶段的分组淘汰赛 总计一共有17位参赛者落入失败区 接下来将进行败布复活赛 最近谁能顺利晋级到第二天呢 败布复活 首位上场的是二路参赛的九英 曾以神马女孩的身份前来挑战了她 很遗憾地在第三天就惨遭淘汰 这一次她能否向自己的记录麦迹 取得佳琪一血浅耻呢 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参加金头脑 上一次不小心在第三关被淘汰 我觉得我今天一定可以走到第五关 我今天一定要来抢10万块 加油 我上次来的时候也是 第一个被抽到 第一个被抽到败布复活 你相不相信轮回 对 为什么 真的是轮回 真的啊 你看 我上次是Wedding shower那一题 对 我们节目常常有这样对不对 有啊 有啊 抽三集都是那个人 对 可是她只要有实力 她最后都会进冠军赛了 对不对 你说那国小老师 王智慧有没有 对 真的很厉害啊 对 她也是第一集 第一个抽到 对 然后第一个被淘汰 没有 我没有被淘汰 没有 那OK啦 对 问题出在不是在 第一回合你就应该答对 不要再失败去就躲过轮回了 真的 我想要破除这个轮回 来 请上 好 有经验了就不用我多教了 我要 Lucky Seven 7号什么题 历史题 怕历史啊 怕死了 嗯 那也许我们考的历史是在国中 或者高中有 有学过的 希望是 历史范围太广了 对 有的是很简单 有的是你看过的 嗯 好 请准备 请准备 请出题 明朝时期 明朝时期 大臣刘伯温 写了一本著名的著作 叫做《烧饼歌》 请问 烧饼歌 名称的由来 与下列何者有关 一 马皇后买烧饼 二 胡维庸做烧饼 三 刘伯温卖烧饼 四 朱元璋吃烧饼 请作答 3 2 1 二度参赛的酒鹰 能否顺利过关 朝自己的记录迈进呢 朱元璋吃烧饼 好 那请问朱元璋跟刘伯温 有什么关系 可能是 可能是上 上下属吧 选择四号 对后座 好 好 对 请请说一下 烧饼歌 是中国著名民间寓言之一 相传 明太祖朱元璋有一天在内店吃烧饼 刚吃一口 忽然刘伯温觐见 太祖一碗盖饼 朱元璋问说 先生声名述礼 可知碗中何物 两人便开始唱谈明朝气数 一问一答 演变成烧饼歌 看到没有 耶 是 朱元璋 好 恭喜 谢谢 打破魔咒了 就不会轮回了 耶 过关了 虽然应该是有一点半猜半推理的感觉 不过 这是我的幸运 加上我破除了我这次魔咒 希望我们也可以继续加油 一定要晋级 然而在酒印晋级之后 接下来第二位要上赏的是 救赌鱼 但将建筑研究所的Duke 从小就开始接受网球培训了他 至今已有七年的球龄 是一位文武兼备的聪明模特 这次来参加进行头脑的录影呢 就是希望能够证明自己其实是聪明的 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模特可能说只是一个卖外表啊 或是不需要太聪明或是头脑的一个职业 希望能够打破大家以往通通 那觉得模特其实是可以是高学历 那也可以是有很多智慧的 那希望我们好好感谢 加油 七号选完了 一到十 那我选四号 四号 四号是科学题 请准备 请出题 小时候 对于弹珠汽水感到新奇 波德医生就可以将汽水给打开 请问 弹珠汽水 使用弹珠的原理是 一 弹珠大小与瓶口一样大 二 二氧化碳顶住弹珠 让气体不会跑掉 三 汽水的容量 刚好可以使弹珠塞住瓶口 四 四 弹珠环保可重复使用 请作答 三 二 一 二 二 二氧化碳顶住弹珠 让气体不会跑掉 对 你是怎么到选择二 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 可乐或汽水类它本身二氧化碳的关系 所以像我们喝手会拉拉的 或是开瓶的时候它那个本身气体 会冲出来 所以它本身在里面应该是有一股压力在的 所以它刚好用那股压力去顶住那颗弹珠 然后刚好当它瓶口的风口 那其他的答案我觉得 好像应该不是那样子 对 因为这种选项其实不难拿的 弹珠环保可重复使用 过去哪有什么环保的概念 这个不可能 弹珠大小跟瓶口一样 这是废话嘛 对不对 汽水的容量 刚好可以使用弹珠塞住瓶口 这个道理跟一号是一样的 所以一二三都是废话 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起来 一二三 一三四 一三四 对啦 如果说以逻辑去推 应该是一三四 应该都是不太可能的答案 选择二号 对或错 恭喜 来 谢谢 还好刚刚抽到的那一题是 可乐那一题 因为从今就非常喜欢喝可乐 加上他题目的宣向 就其实是说实在很好推力 所以我觉得 运气有在帮我 但我希望明年可以继续加油 再连续两位参赛者 都顺利过关之后 紧接着上场的小熊 能否延续这股旺盛的气势 一局闯关成功呢 为什么会猜他急头脑 其实原因是我朋友 那我就说你行吗 因为他们知道 我就是体育比较强 然后我一定要上来试试看 我做很多功课 这次我一定要赢 四号七号都选完了 请选 一号 一号 一号也是历史题 OK 没问题 没问题 请准备 请出题 赵前孙礼 赵前孙礼 周吴正王 是百家姓中前面的几个姓氏 请问 百家姓 百家姓排列的原因是什么 一 便于颂毒 二 人口数多寡 三 皇帝下旨 四 随机抽选 请作答 一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便于颂毒 是吗 便于颂毒 什么意思 方便好念 照前孙礼 周吴正王 那你可以周吴正王 照前孙礼 过去的姓是谁给的 过去的姓 为什么他是姓李 或者他姓吴 或者姓赵 姓胡 不是就是爸爸给的吗 皇帝 不是 不是 过去不是这样 皇帝赐姓 所以皇帝可以指定你姓什么 对啊 可以啊 他封你 他怎么选 不是怎么选 他就封你那块地 你就姓什么了 所以是整区都是姓一个 对 过去很多姓是这样来 皇帝下旨的 所以瓜哥会选三 我会选三 绝对不是随机抽选的吧 便于颂毒 那个太扯了吧 我可以周吴正王 照前孙礼 为什么一定要照前孙礼 周吴正王 人口数得多寡 也不能排除 这个对 这个也有可能性 但是我不认为是便于送多 我也觉得是二 二 人口数众多 对 通常就是他没有计算一下人口数 然后就是这样子比较好排列啊 对啊 后面的就 如果人口灭掉就删去这样子 对啊 瓜哥如果是人口数的话 那之前有一句话叫成林半天 那应该是成林开始 没有啦 那是台湾 那是台湾 台湾的丹林半天哪是台湾 过去以这个我们知道 在中原来讲是谁的姓氏会多啊 所以人口数有排列 也可能某个朝代的皇帝 突然觉得要列百家姓啊 他就指定是这样 百家 其实也有可能喔 因为百家你要背起来 一百个姓 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最好是找一个 比较顺的方式去把它排列 好 选择便于宋 宋读 对或错 来 恭喜 什么 来 请讲解答 百家姓的次序 是因为读来顺口 易学好记 本是北宋初年 杭州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 将常见的姓氏 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 像一首四句诗 好 便于宋 很厉害 那我来猜就猜错了 来 道歉还没淘汰半个喔 厉害喔 我要对自己答案再肯定一点 因为你知道瓜哥那种人 他讲话就超有道理 那我真的觉得一度后就 所以我会over了嗎 其实我过了 明天再来 加油 沒想到模特兒比想象中的更聪明 要淘汰他们 可没这么容易 在连续三位参赛者 都顺利晋级之后 下一位要上场式 就读于普大图资系二年级的 申若晨 究竟他 能不能将晋级人数 继续向上推进呢 最喜欢什么题 都不太喜欢 今天只是来亮相对不对 真的很紧张喔 但是很冷静的紧张 请选号码来 2 3 5 8 9 4 6号 6 6是医疗保健 OK 請准备 請出题 请问 下列哪一个 不属于人体的防御功能 1 皮膜的阻隔 2 发炎反应 3 免疫作用 4 反射动作 请作答 4 反射动作 所谓反射动作 比如说我碰你你会突然这样子 或咬你你会这样 这个是反射动作 它不是防御吗 好像也是耶 可是其他三个都蛮像似的 都是防御 在医学角度 会发炎就表示一个防御 皮肤 嗯 反射动作好像就是反射 可是不是保护自己吗 就是比如说这边啊 你这边打一下 瓜哥 他就会踢 如果打你眼睛 你眼睛会闭起来 这个是反射动作啊 对啊 比如说你去咬一个人 一定会这样嘛 对 这样 这个就是反射动作 所以它是反射动作 不是防御的功能 对后座 来 恭喜 我很硬哦 莫特尔的实力 远比想象中的更加坚强 百步复活 进行到现在 已有四位参赛者 上来接受挑战 但至今 仍没有一个人出局 目前距离我们的淘汰人数三位 还有一段距离 难道今天参赛的三十位莫特尔 会全数过关吗 紧接着下一位被抽中的是 就读于世青大学三年级的雪莉 雪莉目前 不仅是各大节目助理主持及班底 更曾多次担任知名品牌的走秀model 在接连四位参赛者都顺利晋级之后 雪莉能否保持这不败的记录 闯关成功呢 今天来参加比赛 真的还蛮紧张的 因为距离每天读书的时候 已经有三年了 不过我相信我还是可以利用 这以前的累积 还有大学看的一点书 应该会有一点身帅 看我们要淘汰一个都很难 很难 好棒 让我们想象不到的 他们的指挥是这么好的 什么学校 世新大学三年级广告系 那更没有问题了 真的吗 来 请吧 一个都没淘汰 各位 好压力 好压力喔 嗯 好压力是 好压力 9 9 好了 9 9號 9 9是天文 天文 OK 好 請準備 請出题 請出题 請問 以下哪一个星体 没有火山的地址限下 1 月球 2 金星 3 火星 4 木星 請作答 1 4 3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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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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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因為說沒有火山的地址 就專挑火星就對了 沒有 因為 他剛剛說火山的地址 那後面要有 他的那個地址 又跟火山爆發電視 嗯 所以我有點搞混 但是 對 好 OK 3 3 我想他這個只是說 因為這個 為什麼叫火星 大家可能會猜火山地址 不是 不是 不好意思 妳逆向思考 嗯 感覺是逆向思考 還是看錯題目 好 逆向思考 選擇火星 對或錯 錯 錯 正確解答是 木星是不以固體物質 為主要組成的行星 木星的高層大氣 由約88%到92%的氫 和約8%到12%的氦所組成 所以不會有火山 很想要留在上面耶 可是因為我剛才真的是 我對於天文真的很不會 如果是國文或者是文科類 我真的比較會 所以下次有機會再努力 在學歷被淘汰之後 接下來要上場是 就讀於神劍大學 另外系的王翔勇 由於今天模特兒展現出高度的智慧 所以製作單位 決定將淘汰人數改為兩人 究竟王翔勇能不能順利過關 還是成為最後一位出局者呢 我為什麼想要來錄這個節目 因為他會挑一個很多 智商的問題 然後有強勢的問題 現在心情是非常緊張 也會跟很多的模特兒來比賽 我希望今天就是 可以突破到最後一關 然後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模特兒不是Brendon 如果你失敗 我就不再淘汰了 請選擇 搖一口套 5號 5號去 5號是旅遊文化 旅遊文化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日本著名觀光景點金閣寺 由來為何 一 天皇賜明 二 外部杜以金箔 三 太陽照射成金色 四 外來語的翻譯 請作答 好 選三 太陽照射成金色 不是天皇賜明 也不是外部杜以金箔 也不是外來的翻譯 有沒有什麼理論 我覺得那個年代就是看那個外表 然後就太陽照在那個四的上面 可是太陽照什麼東西都把呈現金色 但是它如果沒有東西反射的話 沒有東西反射它就不會更金啊對不對 會不會外部杜以金箔呢 會不會是因為蓋得很高 蓋高 對 然後往上看是 吃飲那種感覺 所以因為你有時候看著這樣會頂到太陽 所以覺得它是閃閃發亮的金箔 沒有錯 選擇三號 對後錯 錯 正確解答是 二 外部杜以金箔 是 它如果太陽射下去 它沒有反射怎麼會越來越亮呢 是杜金箔太陽射下去更亮 謝謝 謝謝 今天各位的聰明才智還不錯 令人讚嘆不已 大家很期待 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結果 對 很難淘汰 恭喜所有晉級者 謝謝 金頭腦明天見 由於之間模特兒們展現出高度的聰明才智 所以最終決定是淘汰兩人 而明天戰局又將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一定要持續鎖定 金頭腦 哇 第二個被淘汰 呃 有點失落 因為對國字有點不太熟悉 所以 我覺得要多念書 真的是多念書 知識是 很棒的